其實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張圖 我們在台大北戶分院 其實之前曾經做過一個 叫做銀髮族的體適研究 它當中就特別把我們所謂的 年長者的柔軟度 來做一些研究 竟然發現這個柔軟度 竟然跟我們代謝症候群 竟然有些觀點性 到底要怎麼看呢 就是說當時他們找了628位 平均大概72歲的我們的長者 他們其實有一些關節退化 關節痠痛等等 他們都有測量這些肌耐力跟心肺功能 還有一些抽血的人的提示能指標 後來就發現 如果你的手指 我們大家先來看左邊 它到底怎麼做呢 就是說 坐在一個穩定的椅子上 千萬不要是有輪子的 這個有輪子的搭搭錯誤 對 應該是坐在一個穩定的椅子上 第一件事情 我們要把我們的腿伸直 來 聖大哥 幫我們示範一下 腿伸直 然後放在地板上 放在地板上 放在地板上 是 對 腿伸直 好 接下來應該怎麼測試呢 然後腿伸直之後我們向前 彎腰伸直 這樣 好 我們在家裡頭 也可以幫長輩坐在一個 這個固定的椅子上之後 腳伸直 然後腳板往上勾 往上勾 接著來聖大哥 你示範給大家看 柔軟度 我們手指要去找腳趾頭 哇塞 天啊 這是碰你的道具耶 聖大哥 你太厲害了 這代表什麼 這實在太厲害了 通常根據統計研究發現 如果像剛剛聖大哥 其實有碰到腳尖 這真的非常非常厲害 他們是說 如果你的手指跟腳尖的距離 如果小於六公分以內的話 是正常的 如果大於六公分的話 代表你的柔軟度 其實是很差的 但這很差又代表什麼意義呢 他們發現這個手指跟我們腳趾的距離 只要每少一公分 你的代謝疾病的風險 其實就可以小3% 可是為什麼 為什麼這個柔軟度 會跟代謝有關 好 這個柔軟度的話 我們會發現說 柔軟度其實當然就是說 跟我們的一個體適能 其實一定會有很大的關聯性 所以代表你的 當你的柔軟度好的時候 體適能的狀況也就是好的 好的話身體的代謝的能力 其實也就會提升 第二個我們會發現 這個柔軟度 大家做這個動作往下玩 來 漢文你自己來做一下 我現在很擔心 中年人測試一下 人家是70幾歲測試的 好 來 可以啦 可以啦 沒問題 沒問題 再一次 你再一次 你看 正常一定要超過這麼多 如果以中年人 以中年人來講的話 對 我們會覺得 這樣子的話才正常 第二個有可能就是說 可能跟腹部脂肪 就比較有關聯性 對 因為腹部脂肪 比較多的話 可能就比較沒有辦法往前伸 沒辦法往前伸的話 代表你的代謝 症候群的風險 都是會比較大的 好 我們今天講 筋軟Q為什麼這麼重要 因為中醫跟中國古代 一直有一句話叫 筋長一寸 瘦炎十年 對 其實這個筋 大家不曉得它的意思 其實筋我把它跟軟組織 拉一個等號 其實我們古時候講說 神筋台語叫做心肩筋 然後血管我們叫做肺筋 然後我們的肌肉 我們的肌腱 我們也叫做筋 所以其實這個筋 古人其實它跟軟組織 拉一個等號 那在中醫裡面講 叫做肝腸血肝阻筋 那這個筋呢 它既然包括了血管神筋 還有這個肌肉肌腱 所以你肝很好 血充足 那筋越長 反應到肝越好 血越充足 供應到血管跟神筋 越足夠的話 身體就會越好 那吳醫師 你自己平常有沒有練 在我們中國古代 不管氣功 八段錦當中 有沒有什麼簡單的招式 我們觀眾朋友現在看就可以做 其實我以前是 太極拳社的社長 但是我在八段錦裡面 我把第一招 我就靠這一招來闖江湖 因為我這一招寫了一本書 叫做一招伸展 它叫做雙手拖天李三嬌 等一下 你一招就可以寫一本書 很厲害 吳醫師還有靠一顆蛋 也寫一本書 真的是很厲害 我們站著與肩同寬 然後手大概放在這個地方 我把這個雙手拖天李三嬌 要稍微更正一下 然後放在胸口這裡 放輕鬆 放在肚子 肚氣這裡 對 肚子 然後吸氣 到胸口 翻掌吐氣 然後在這邊自然呼吸 如果你還要練習你的腳的力量的時候 你還可以做墊腳尖的動作 墊腳尖的動作 然後在這邊自然的呼吸 不要憋氣 憋氣的時候會頭暈 然後等到你覺得手痠的時候 你再吸氣 然後在這邊翻掌吐氣 然後這樣子對身體有非常好的一個幫助 它還有安眠的作用 然後還有幫助全身血液循環的作用 還有這個筋跟肝腸血的一個主要作用 好 漢文剛剛吳醫師他這個墊腳尖 他墊滿久的喔 墊腳尖對於尤其家裡頭的長輩 有什麼樣的幫助 好 那墊腳尖的話其實也是一樣 就是說其實我們大部分長輩們的話 的小腿肌肉其實通常都是比較弱的 那比較弱的話 我們擔心就會有些肌少症方面的一些問題 好 所以墊腳尖來講的話 我覺得第一個方面是可以去訓練 墊腳尖的話可以去訓練 我們小腿部的一個肌肉 第二個還可以再訓練我們的平衡性 對 因為我們年長者其實就最擔心 就是平衡不好會有跌倒的問題 好 所以今天 這腳尖顛得好 因為他的皮鞋很發亮 像這樣子的動作 盛大哥應該都沒問題吧 對不對 往上墊腳尖 沒問題 沒問題喔 好 那今天在我們現場還有另一位 簡文仁老師 大家對他的軟Q已經非常有概念了 那簡老師 你先讓我們看看 你那個站肢體前彎 你可以彎到哪裡 基本上那個筋骨的軟Q 我常常運動先決條件 先把筋骨伸展性弄好 比較重要 是 你不要馬上就做一種運動 做肌力訓練其實不是很理解 那你這個的話 放輕鬆又慢慢下來以後 哇塞 盛大哥你就是這麼厲害 你還說哎唷 你的手掌都能貼地 就是柔軟度這樣做 柔軟柔軟 但是我都建議 不強迫只有這一種 讓人家 你怎麼馬上下去 搞不好腰就傷到了 真的 一般都建議說你下腰的時候 膝蓋伸直的話 腰負擔很大 所以才說不要彎腰拿東西 但你如果說需要彎腰 我會建議稍微彎比較好 但是如果說慢慢伸展 你可以這樣慢慢練 一步一步慢慢來 那有沒有更簡單 因為我們有些觀眾朋友可能 彎到這裡已經下不去了 那可以做哪些簡單的動作 就剛剛那個測試 當測試也可以當做訓練 真的啊 坐在椅子上 坐穩了以後腳伸直對不對 然後你摸到膝蓋應該摸得到 摸不到要看醫生 你摸到膝蓋以後 慢慢往前摸小腿 一點一滴 每天摸一點 所以今天坐在椅子上這樣訓練 是比較簡單的 肚子一經要縮進去 肚子沒縮就堵在這個地方不行 因為肚子縮進去 你的脊椎會捲起來 所以手足香味是先決條件 手足香味 先摸到膝蓋 手足香味下來 慢慢下來 有沒有 你可以的話再往下一點 再下一點 黃金老師 常喝啤酒有啤酒度沒辦法 對就沒辦法 所以那個手足香味是一個很基本的 那另外一個其實可以用腳踢屁股 腳踢屁股 腳踢屁股就是有沒有 你這樣腳可以碰到屁股 這樣就表示你的大腿可以貼小腿 所以你先坐在椅子上 先這樣揉著揉開 可以了以後表示軟度夠了 那你這樣站著的時候 可能踢屁股就踢的到 有很多人踢不到 踢的到表示靈活度好 那這樣子的重要的 主要的安全就是 你就比较不会说 这个膝盖卡卡的 髋关节卡卡的 所以再不行 你抱膝盖 也是一个方式 抱膝盖 然后下巴就碰到膝盖就对了 所以这个身体的柔软度很重要 我有一个病人 他腰痠背痛 到处看看不好 来找我的时候 我帮他做评估 好 你现在站好 你现在手放轻松 慢慢往下垂 到这就卡住了 尾两三十七公分 离地三十七 那后就不行 那他今天穿袜子都很难 对 所以柔软度还真是需要 那我那时候跟他说 这个要伸展训练的话 不是硬压 有些教练或者有些人说 你压不去 帮你压背 压背 压背那很容易做 而且他又有骨质疏松 对 所以一定要先从 髋关节先做起 所以刚刚讲 你就弯起来 看这个下巴离这个多远 慢慢 慢慢 离一点 这个离多远 然后再来是 脚跟离屁股离多远 本来这么远 慢慢拉 慢慢拉 那如果说真的认真 好好做的话 多久 他这个点缺缺 很快 我那个变成两个多月 还不到三个月 他就通话 就很轻松 本来三十七 剩下七公分 进步了三十公分 还不到三个月 可以进步三十公分 真是太厉害了 所以这个都是可以慢慢练习起来的 好 那我们今天老师也有一招 会让大家惊掉下巴 所以有一个 我叫做五体投地 你脚打开 双手扶着 然后头慢慢下来 这叫五体投地 怎么还不分跟斗 这个可以先做 很多小孩子走路不是这样走的吗 对 你这样慢慢伸展 好 这叫五体投地 那你如果进步一点的话 进步一点的话 我这样就可以了 有没有 我这样慢慢下来 直接是三足鼎立 这三足鼎立 那另外一个三足鼎立 这是监老师自己在练的 你们不要学 这就是 弯着 两只手靠在一起 不要张这么开 可以站在这里 那我这是每天有在练 慢慢慢慢下来 所以筋骨软Q真的是得要花时间 就是碰到地再站起来 碰到地再站起来 这个练平衡练背肌的力量 到40岁之后 因为一般来讲 我们大家都在运动的时候 可能就先做一些热身运动 去做一些运动之后才会 最后运动节才会做所谓的拉筋 可后来他还发现说 原来他自己是先做一个 所谓的拉筋运动 而不是先做重量训练 因为他发现把你的筋 先把它拉开之后 这样肌肉就会变得柔软 变得柔软之后才能够办法 训练出一个绝佳弹性的一个肌肉 其实后来我自己 自己也是试着尝试的方式 就是说因为我自己 以前就是 本来就是热完身 我就开始去做重训 以前我就觉得 好像表现可能 还有遇到一些瓶颈 后来我就看到他的方式之后 我就跟我的教练讲说 教练 不然的话 以前你都是客户帮我做放松 不然你现在先帮我做放松好了 后来他就开始帮我 把一些肩膀的一些肌肉 他帮你做不是你自己做 他先帮我做 我就说我们先来这样试试看好了 那这样试试看之后就发现 原来那一次的重量训练就特别的好 所以从此之后 我就会自己在上课之前 我自己会先抓十分钟 先把我身体的肌肉放松 以葛熙继明他给我们的建议是这样 大概放松三个大肌肉去 第一个叫做骨二头肌 骨二头肌在哪里 骨二头肌在我们的一个 在我们的脚 骨二头肌在我们的脚 骨四头肌在我们脚的后面 还有大腿的内收肌 把这三条肌肉先放松了之后 下半身的可动范围就会更大一些 所以他强调下半身的放松 下半身的放松 好 杰老师 葛熙继明我们刚刚提到日本人那一位 他有一些自己的拉筋法 比方第一个动作 你觉得那个重点在哪里 这个动作常常是这样 你坐在床上或者瑜伽垫上 然后那种脚打开 看你能打多开 打多开算多开 这个不勉强 打多开以后你开始手往前 再往前 肚子缩进去往前到哪里算哪里 那你能力好一点就拉开一点 可以好再拉开一点 但是你慢慢往前的时候 可以碰到地上 然后可以起来 我都建议能够拉起来是最好 因为可以练背肌 我如果这样子有没有 是 把它撑起来 我背肌就比较没练到 了解 我如果这样子的话 好 这就是尽量教大家低招 拜天拜地 拜天拜地 我们上次介绍过是 坐在椅子上 拜天碰墙壁 拜地碰地上 现在这个是进阶版的 劈腿以后 来就可以拜天 拜地 OK 拜天拜地 这样还可以练背肌 好 简老师 那葛西契明还有第二个动作 他这个是相对大家 比较容易做得到的吗 这个基本上 有一种有氧运动就是 让你在这里跑 对 登山式那个很喘 这样跑 对不对 但这也是当作一种有氧运动 那我会建议 你就不一定真的跑起来 你就这样子拉 这个也有点拉筋 OK 我髋关节 大腿的肌肉 把关节都拉筋到 然后再来这个 好 这些都是一个拉筋的方法 那如果我们要往后伸展 比方说像羚羊那样 拌背 是可以怎么样 这个拌背 这个拌背就是 你这个动作来讲 就变成 要W型 然后在后面 然后一样 起来腹肌要很强 汉文你有没有很害怕 我cue你 有 我稍微害怕 还好前面没有瑜伽垫 这个动作要 膝盖要好 膝盖不好 扯这样的话 膝盖会受到 受不了 所以你不能这样的话 我会建议 你就跪着没关系 至少像日本式的跪坐 大腿可以贴小腿 那这样下得去吗 这样下得去吗 躺得下去 这样的话难度就更高 搞不好比较好一点 像这样的话是可以下来 蛙人 有没有 蛙人就是这样 但这样的话 你要起来的难度就高一点 OK 腹肌有没有 腹肌就变得很强 所以大家不要太勉强 从比较简单的方式来做就好了 吴医师我们刚刚提到现代人肠胃 常有毛病 那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帮忙 对 所以我今天教一个大家刮胃经的一个方法 那这个胃经它主要有三个穴位 就是我们的膝关节下面四个手指 第一个就是竹山里 然后再四个手指就是上聚须 在四个手指三寸三寸就是下聚须 那这边是治疗胃 这边是治疗大肠 这边是治疗小肠 那大家这样子记其实会很麻烦 观众朋友你先摸 摸到这个 这个我画黑色的这个 就是我们的颈骨前缘的地方 大家摸到一个骨头 然后骨头呢 往小指的方向这边呢 肌肉最凸起来的地方 而且可以诊断 你自己看看你这边肌肉是不是有凸起来 如果你凸起来以后 表示你的肠胃比较好 因为我们古人说 大肉下陷大骨枯 我们去ICU的时候 去加护病房的时候 这边的肌肉其实都不见 那就表示是重病的病人 那你如果说你胃筋这边的肌肉 很凸的话 那表示你的肠胃很好 你的身体很好 那我们这边是要降胃气 所以我们要由上往下刮 那你在自己刮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要降胃气 所以你自己要做直 不能这样弯腰 那天有个学生喝酒的 下午喝酒到晚上还有酒的味道 脸色苍白 那我帮他蒸... 我脸色不会苍白 脸色红润 而且声音是很红亮的 他消化不好 然后我蒸一蒸 他开始打嗝的时候 我就换学生蒸 因为我怕他吐出来喷到我 后来我帮他蒸完以后 因为我们胃气没有往下降 他会往上跑出来 结果他吐了一大包这么大包的东西 然后吐完以后 脸色就红了回来了 所以这个是降胃气很好的味精 所以我们由上这样子往下刮 然后你可以用一点点滋润的凡士林 或是乳液 然后刮到成粉红色就好了 那是吃完饭后吗 对 所以饭后刮最好 它有降胃气治疗 胃食道逆流 胃脏气 还有消化不良的一个效果 那对于胆呢 胆也有帮助 真的喔 胆我们尽量还要刮到这个旁边 如果我们这边是刮胃 那胆的要刮胆筋 因为这边有一个胆囊穴 在阳龄犬下两寸有一个胆囊穴 如果还有胆的问题的话 那我们就刮这个侧面的地方 这样子刮就可以了 这边是刮肠胃 那这边是刮胆 这样子 所以刮的话毛都刮光了 所以吴医师常常示范 所以他的毛都快刮刮了 大家好 我是健康主播郑凯云 喜欢我们的影片呢 欢迎帮我们订阅 按赞 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 另外很重要喔 在底下有个超级感谢 可以按下去表达对我们的支持